那诸佛福寨也是一样 最羡慕的 我们能不能这一生超越六道轮回 了生死出善结 所以尊敬了这一统修大德 那我们要怎么样超越六道轮回呢 我们看下面 要如何能得到 下面的那一张 要如何才能够得到大自在大解脱 而这一生当中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往生净土呢 一定要把因修好 这个因是什么呢 这个很重要的 你要得幸福美满的快乐 快乐是果 你要快乐 你要把因修好 快乐的因修好 那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得到大自在 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而且这一生能够过幸福美满快乐的人生 你要把因修好 这个因是什么 我们看下面的 就是这个福 这个福是什么 福是指我们的心理的清净 资金的正确 所谓的正而不学 静而不然 这种人在这个世间有福 一个人的幸福快乐不是因为他的财产多 地位高或者他的权力多 一个人的幸福快乐 就看你的心 你的心清净还是污染的 所以两千五百多年前 释迦摩尼佛告诉我们 没有一个人在外面 在外头任何人一个人能够给我们烦恼 只有自己给自己烦恼 那如何要不给自己烦恼 你要修清净心 你心要清净 因为我们的烦恼痛苦种种的 甚至于不能超越六道路 你是从迷而来的 所以很简单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每一个人都能够过得幸福 只是我们自己 不知道为什么 拼拼每天过得那种很辛苦的快乐 明明知道很苦 你还是要苦 所以今天为什么很多人念佛 不能得力的原因是在哪里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很多人好像会念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每天读到的念佛 但是为什么他们念佛不能得力呢 我念佛啊 但是你看烦恼一大堆 喜气一大堆 该发笔气的发笔气 该基督的基督 该计较的计较 种种的 为什么得不到利益呢 什么原因 我想问大家 我们博士的金钟协会 我问你们 你们念佛超过五年的 请举手 五年以下的请举手 哎呦 我们今天就是简单嘛 放松的学佛嘛 我们不要讲的太深了 因为我们大家在一起嘛 我问你们 因为时间很快要过了 这十分钟 你们念佛五年以上的请举手 哎呦 要是不老实会当妄言 这个造业 哦 你看五年以下的呢 那我问大家 你们的烦恼有没有减轻啊 你的脾气有没有减轻 看到任何一件事 有没有基督心 看到任何一件事情 有没有轻轻计较 有没有 这个我们一定要反省 求有不得反求出去 每一件事 我们不断的要反省自己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念佛 不能得力的原因呢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没有把 阿弥陀佛的信德念出来 阿弥陀佛的信德是什么 比方说 观世音菩萨的信德是什么 是大慈大悲的 你有没有跟观世音菩萨 一样大慈大悲 比方说我们喜欢读诵地藏经 你有没有把地藏菩萨的信德念出来 地藏菩萨的信德是什么 效仰父母奉仕师长 你有没有听过 什么叫做奉仕师长 很简单 一叫奉行 你常常念本师释迦摩尼佛 本师释迦摩尼佛的意思是什么 释迦 翻译中文叫做仁慈 摩尼叫做清净 你心有没有仁慈 你因为心有没有清净 那今天阿弥陀佛的信德是什么 阿弥陀佛的信德是五量觉 教你觉悟啊 静而不然 正而不许 什么叫做觉悟 很简单 用一个简单的话跟大家讲 最白话的 什么叫觉悟 听话 老实 争担 我们有没有听话 师父有时候有了 有个真干 师父有时候会卸太脸 这个毛病全部都有 你看 你在日常生活里面 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的念头 你的原意造作种种的 你跟经典造对象 有没有一样 你会看到 哎呦 差得这么远啊 但是为什么现在的人 念佛不能得了一个怪佛菩萨 哎呀 佛菩萨不理 其实不是佛菩萨不理 是你自己修为的问题 产生这个问题了 2 2 3 4